我是劉奶爸 我喜歡透過網路上工作 在家裡就能夠在網路上賺錢 如果你也想要學習這樣的系統 趕快跟著我們一起來學習吧 我們現在直接使用他的線上客服 我把它點開然後問一下他的問題 他上面寫說還有一分鐘 他們的線上客服就會來回答了 這蠻不錯的 好像24小時的 就是我問過他們很多次問題 你看出來了他說 哈囉奶爸 How may I help you 好那我試著用中文去問看看 他會不會回答我 來測試一下 因為以前每次都使用英文來問 我不曉得問中文他們會不會回答 為什麼我會這樣測試呢 因為他們有中文版啊 你看我現在那個介面是中文版有沒有 簡體中文 簡體中文版 我問他說我可以用中文提文嗎 然後看他怎麼回 這是一個電子郵件的全自動銷售系統 非常有趣 所以我們如果在網路上 收集訪客的名單的時候 那訪客如果訂閱了我們電子報 那這個系統就會自動發送新件 我可以把 一整年份的 譬如說如果大家對英文學習有興趣的話 然後我每個禮拜發送一封郵件 跟英文教學有關的郵件 他回了 他說你目前 是使用我們的英文客服資源系統 所以如果 要跟他講英文以外的語言的話 他們可以 用英文 德文 法文 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 意大利文 還有什麼 俄文還有什麼 然後 可是要用email的方式 那如果在 意思就是說如果在 線上跟他們提問的話就要用英文 否則他也沒辦法回我 其他語氣的話要用 要用email跟他聯繫 可是 email聯繫裡面沒有包很中文 所以好吧 那我還是用英文直接在這邊問他好了 雖然我英文文法不太好 可是沒關係 只要他看得懂就好 所以剛我講到說 這個系統主要就是 一旦有訪客定位電子報 譬如說買了英文 的那個雜誌好了 然後我每個禮拜呢可以 設定好每隔七天就寄送一封 英文雜誌的內容 給大家給給訂閱者這樣 蠻有趣的 然後你當然你你記得每一封信件底下都可以有 有那個向上銷售嘛 就是你還可以購買我們的什麼東西啊 好我剛剛說OK我使用英文好了 好然後 我用Google翻譯 因為通常文法不太好所以用Google翻譯一下把中文翻英文然後再從英文裡面去修改一下修改成我自己覺得對方應該比較看得懂的英文 好然後我的意思呢就是說 點擊信件裡面連結之後移動到B的群組 好我問他一下看這個英文可不可以 好我把修改成這樣好了 List A 移到List B 他的List的列表意思其實是群組啦 群組就是 譬如說你今天賣一個那個 賣英文雜誌好了 然後你英文雜誌可能分國際新聞類跟運動賽事的類別 那我要把那個運動那個國際新聞類的email寄送給這一類的那個電子郵件的訪客 然後他們點擊裡面的連結之後就把他移到運動賽事的這一個群組裡面去 好他這個自動回信恢復信系統他是有這些功能的 然後看他怎麼回我因為我現在買的是最便宜的solution最便宜的的套件 他說你可以使用這個全自動automation全自動化的系統 如果你有一個package是可以建立全自動化系統流程的話是可以的 可是我記得我買的是最便宜的basic的的這個套裝 就是自動化 自動化的那個功能 然後我記得手動建立的話必須scratch from scratch就是那個手動建立的那個流程圖啊 那個流程圖必須是比較高階的版本才有 我的basic版本是沒有的 所以我再問他一下就是 my package is basic 我是買最低階的最基礎版的 所以myi 我可以用他講的那個功能嗎 然後看一下他怎麼回復 先給你看一下自動化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真的是蠻強的喔 然後這邊有數十個版本喔 你看我隨便點一個這個版本出來 他這個流程圖啊 就是你今天寄一封新建給 裡面的這些清單的人 然後他可以自己去拉這個流程 那我是basic最便宜的版本 所以不能夠手動去建立 可是他裡面已經有好幾個模板 好幾個template模板 讓我去選擇 我只要直接選 然後就可以 我現在是用預覽的方式給你看 展示給你看 他這個流程可以做的 很複雜很好玩 就是收到信之後 然後第一步可以 可以去做什麼事 他點了這個之後呢 譬如說他點了 A的連結他就 移動到A的那個去 A的群組去 B的連結就移到B的群組去喔 那如果沒有點的話就移到B的群組 有點的就移到A的群組 然後一步一步去做 或是隔幾天之後 可以做什麼事情 或是在隔幾天之後 可以發開什麼信件 所以我問他一下 我是basic的版本 可不可以用 好讓我再多問他一句就是 我是basic裡面有很多模板 有沒有哪一個模板 是我可以直接套用 我剛剛講的那個需求 那個功能的需求 可不可以達成 Is there any automation template 有任何自動化的範本 我可以直接套用嗎 I can use 好看他怎麼回 他開始回我了 No Oh As I said 就如我所說的 It would need to be built from scratch Oh 所以要from scratch的話 就一定要這個立即開始這個 從頭開始建構 從頭開始構建的這個 好吧 反正他一直就是要我升級就對了 OK Thanks a lot 感謝他 我要走了 不要再繼續問了 沒關係 我還有其他的解決方法 不用升級 也可以 我先來試一下他講這個升級要多少錢 看一下他升級的費用 哇 Plus 每個月要34.3塊錢 等於要1000多塊 我目前是已經買了24個月的1000個訂戶數的Solution 的package Basic的package 所以再上去的話就是plus的這個package 每個月要34塊 然後他就是多出了Automation Builder的功能 而且可以有三個workflow 五個workflow 就是 可以自動手動創建 還有webinar webinar 就是線上會議系統 可以最多容納100個人 同時來參加我自己開的線上會議 這個主要是用來成交客戶銷售用的 還有其他標記和評分的功能 好 OK 這個方案是34.3塊每個月 先按取消 我不想要升級 好 然後去看一下 其實還有別的解決方案 比如說我現在用這個方法 我到登錄頁面去做 我現在目前有兩個登錄頁面 我可以這樣去製作 因為他登錄頁面可以做很多頁不用錢 就是很多個網頁 你要做幾頁 愛做幾頁就做幾頁 所以你高興就對了 那我可以這樣子做 就是我用第一個表單 第一個登錄頁面 第一個網頁 那這個網頁裡面都可以去填入表單 可以讓那個反客去填入 譬如說我這個137個人已經填了我這個登錄頁面的表單了 那我就發信給這137個人 然後告訴這些人說 如果你對這個B 比如說運動賽事是有興趣的話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曾經填入過這個A表單的這些人 他們點擊之後呢 就把他導引到另外一個B的表單去 那當他看完這個B的表單 B的這個頁面之後 我們講登錄頁 Landing page 然後他如果有興趣的話 他就去填表 那填表之後呢 他是不是就跑到這個B表單 B的表單它也是一個類別的群組嗎 那我就會知道 喔這個人對B的這個類別是有興趣的 那以後我發信的時候 我就可以針對運動賽事的人呢 我就針對那些曾經填寫B表單的人去發信就好了 我就可以把這個群組切開來了 所以我用免費的方式 不用再另外付費的方式 我也可以達成我要的目的 好 所以這套系統呢叫GIRResponse 這個叫做自動回復信系統 它最大的好處就是 我們今天可以在這裡面做網頁 可以 只要你有購買這套系統的話 它是每個月付或者是每年付 或者是每兩年付 它有不同的折扣 兩年付 直接付兩年的話呢 就折扣30% 就是打七折的意思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面創建很多 電子郵件的自動回復信 譬如說我每隔一天 每隔兩天就自動發一封信 你可以先創建好52封 每七天發 那對方呢就是每個禮拜都會收到你的信件 非常的棒 而且它裡面也可以製作無限多的網頁 等於說你可以不用再去主動虛擬主機 再去架網站 直接在這個自動回復信件的系統裡面 就可以架好網頁了 而且還可以套用你自己的專屬的網址 我覺得非常的棒 等於說你付一個電子郵件系統的錢 就可以在這裡面架網站 然後訪客他們就根據你的製作的landing page 你就可以幫訪客做出分類 訂閱你的電子報 那你在電子報裡面呢 長時間的固定時間的寫信發信給對方 而且你都已經事先就已經寫好的 你就不用再每個禮拜去花時間寫 你只要一勞永逸就對了 你只要寫好一次 它就全自動幫你發送 非常的好用 做銷售非常的好用 好那這一整套完整的教學呢 我們將會在近期之內公告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請點擊影片下方的連結 去填寫一下表單 收一下我們的電子郵件 我們會在第一時間呢 課程完畢 製作完畢之後就發送給各位 取得最便宜的優惠價格 來學習這個線上的自動發信系統 我是劉奶爸 我喜歡透過網路上工作 在家裡就能夠在網路上賺錢 如果你也想要學習這樣的系統 趕快跟著我們一起來學習吧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